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当然没有养过啊 那你有听过老虎被遗弃吗? 我没有听错吧 老虎被遗弃 在希腊雅典 阿提卡动物园意外在垃圾桶里 捡到一只三个月大的白虎宝宝 而这只白虎宝宝非发现时 身体非常的虚弱 情况是相当的危机啊 太夸张了吧 到底是谁那么恶劣啊 肯定是有不乏人士 把他给遗弃掉了 这种人真的超可恶的 那那只小白虎现在还好吗? 据员方周一表示 小白虎大概被喂食了不合适的食物 严重缺乏了维他命和矿物质 使他的骨质现在非常异常的脆弱 而且X光检查发现 小白虎的其中一只后腿 被打入了金属钉 听起来超级痛耶 那只小白虎会不会死掉啊? 好心疼这个小生命啊 你先别担心 现在小白虎已经被成功救治 但它也需要安置到其他的地方 国际野生动物机构与动物福利组织 已经接触远方 并且愿意提供帮助 太棒了 这是个好消息 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遗弃自己身边的小动物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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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 This animal has a pair of brown eyes 这只动物有一双棕色的眼睛 This animal has a pair of brown eyes 这只动物有一双棕色的眼睛 第二个单字 野生 wild 野生 wild In nature all animals are wild and free 在大自然里 一切动物都是野生和自由的 In nature all animals are wild and free 在大自然里 一切动物都是野生和自由的 第三个单字 宠物 pet 宠物 pet he keeps a monkey as a pet 他把猴子当成宠物 he keeps a monkey as a pet 他把猴子当成宠物 就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动物 animal 野生 wild 宠物 pet 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